你知道在电影里的钢铁侠,左手一共受过多少次伤吗? 在电影《钢铁侠异》里,刚穿戴上马克一号战甲的托尼,就因为用力过猛,导致左手卡在了墙上动弹不得。 后来成功逃脱的托尼,回到家里研究马克二号战甲,而他也在对马克二号战甲测试的过程中,在降落时伤到了左手。 以至于在后来的镜头里,托尼的左手一直绑着一个冰带,随后是在第一次穿戴马克三号战甲,去解救平民的过程中,被导弹击中了左臂,并在电影的结尾与铁霸王战斗时,因为战斗结束的托尼脱下了左手的战甲,但是铁霸王却再次出现与托尼进行战斗。 在战斗过程中,托尼的左手则一直是没有战甲保护的状态。 而在钢铁霞二里,正在进行赛车比赛的托尼,被突然出现的鞭锁摧毁了赛车,托尼虽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,但是因为鞭锁摧毁了其中一辆赛车,产生了爆炸,导致托尼左手被烧着了,随后托尼穿上了马克五号战甲,但是却被鞭锁一击打中左手,而在随后的战甲内部系统里显示,托尼的左手确实受到了损伤。 在钢铁霞三里,托尼给自己体内注射战甲的微型感应装置时,也是使用了左手,随后飞到田纳西州的托尼,在解开战甲的第一时间,就抓起地上的雪冰敷左手。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,托尼的这次降落又伤到了左手,而来到了小男孩家中的托尼,则是第一时间拿起镊子,加出左臂上的金属碎片。 在后来与吉利安的战斗中,战甲的左臂也是被吉利安直接拔掉。 在复联2里,与暴走的绿巨人战斗时,也是被绿巨人偷袭了左手。 就算是到了美队三里托尼在与东兵的战斗中,也是使用了左手攻击东兵,并在这件事之后对黑寡妇说道。 在内战的机场大战中,托尼又被背红女巫里用汽车攻击,并被砸中了左臂,战甲内部也再次显示左臂受损。 在这之后,托尼就开始给左手带上护具,可是又为了寻找美队,把护具脱下,再次穿上了战甲,但是却发现了当初东兵被洗脑,杀害了自己父母的事情。 所以跟美队和东兵发生了冲突,在战斗中,战甲内部也多次显示左臂受损,也因为在这些战斗中托尼的手臂多次受伤, 导致在蜘蛛侠英雄归来里的托尼出现了左手颤抖的情况,甚至在与彼得见面时,托尼也一直抓着自己的左手,从这一细节也能看出,托尼一直都感觉左手的不适。 在《复联3》里,在与灭霸的战斗中,托尼因为战甲的材料一直被灭霸摧毁,使得纳米材料不足,导致战甲无法覆盖全身的托尼,在与灭霸近身战斗时,再次用左手抵御了灭霸的攻击。 从电影《钢铁侠依》开始,就有多个镜头细节显示了,托尼的左手一共受到了13次左右不同的伤害,也因为如此。 在《复联4》里的托尼只能用右手打响指,因为他左手受过太多次伤,已经不能承受无限宝石所带来的力量反射。